第21届台北国际苏展天主教联展将从1月30号,也就是这个星期三展开,维持一个星期。 这一次的天主教联展总共有天主教的9家出版社参加,分别是文道出版社、上志、主教团、词诱、横溢、智杰、 天主教之声,光启社,真理殿台。 这一次的天主教联展召集人,文道出版社费格德神父,谈到这一次书展的特色。 今年2013年,配合着信德年,我们把整个的主题用三个段落来衬托出来, 就是相信、希望、去爱。 讲简单一点,就是信、望、爱、三、德。 因为是信德年,所以我们特别强调,在相信这个部分,它是一个行动, 而且用我们具体的行动,能够把它呈现出来。 所以借着书展,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主题,希望有更多的人用行动来阅读教会这些优良的书籍,帮助加深自己的信仰。 为了配合教会的信德年,天主教出版社推出了信德年相关的书籍。 例如,主教团推出了天主教教理,范儿大公会议文献。 文道出版社推出了教理讲授教学手册,礼仪之歌,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 还有上智文化推出的欢笑人生幸福多,五分钟祈祷奇迹,向隐秘中的天父祈祷。 真理电台推出了天主教教教义函寿,还有手握十字架,USB。 另外还有其他出版社所推出的书签,弹簧折页,资料夹等种种的文宣品。 每年的台北国际书展都会邀请一个国外国家为主题展区。 今年特别邀请了比利时这个国家为主题国。 天主教连展为了配合这一项的主题,邀请了来自比利时在台湾服务数十年的侯发德神父。 侯神父将与真理电台主持人谢荣献对谈,在展区的黄沙龙分享他的信仰见证。 日前我们拜访了侯神父。 所以这个地方比你认识比利时更... 对,我在文化比在比利时熟。 比较熟对不对? 对,我以前应该在比利时熟嘛,但是我年轻离开了以后,他们也会变化嘛,他们也会变化,让我找不到路。 但是你在万华一定可以找到路。 他们的文化也有变嘛,他们的文化,比利时文化也有变。 我回家的时候,我兄弟姐妹跟我说,你讲的不一样,你讲什么话嘛? 讲比利时话呢,但是是好像一个中国人的逻辑的讲话。 哦,是。 所以在你的这个想法里面已经是纯中国话。 台北国际书展是台湾出版界的盛会。 天主教在扶传的使命下,每一年都参加。 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邀请大家踊跃前来参观。 我觉得书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,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的粮食的来源。 当我们知道现在电脑很发达,有iPad、iPhone、网络,甚至有电子书, 很多人会以为书籍、报纸在很短的未来会消失。 我不会这样想,我相信书籍、书本有它存在的那个意义价值的。 所以教友们可以带着一个开放的心。 先到我们的主题馆,我们主题是信德莲、信旺、爱三德。 还有一个与神父谈心的小角落,他来不只是可以买到书, 也可以找神师们聊聊天,谈谈自己的信仰,或者是带外交朋友来我们的摊位。 也借这个机会透过我们的道理书, 还有上至保禄书、书局的书,还有别的灵修的书, 可以做扶船的。 所以假如教友有抽点时间,打开他的心, 我相信有很大的收获的。 台北国际书展,从1月31号到2月4号,开放一班民众参观。 天主教连展的所有的书籍全面八折。 天主教连展的摊位是在世贸驿馆。 摊位的编号是C811。 如果您有不清楚或有疑问, 欢迎您打电话到天主教连展的展区。 电话是27231239。 电话市正准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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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话市正准判。 感谢观看